來看民進黨將在5月22日進行 全國各館期東部主委 中東一任委員的改選 憲林中央平議委員的姻副官 在憲林立委丹索外 以及合議委員長人的培董日下 完成中華官東部主委的參選定期 他也來強調 臨臨管東部主委 一定要全官行頭頭 全一呼選 更加拿民進黨來領回中華官 憲林中央平議委員姻副官 正是定義參選中華官東部主委 姻副官表示 官東部主委要付席專官 付席更加的工作 一定要全職 副官也要選佈 這次副官沒有參與議員說這個選議 我們要把機會留給 更優秀的同志 讓他們有目的來發揮 記者川雲文主席常在說 中華的選情是重中之重 所以副官必須要放下小偶 來成全大局 未來 廣東部主委 需要 少許時間 二十六鄉頂齊 走一走去港 付算 更加 姚副官這回 要選廣東部主委 除了客家的選領以外 當來派黑心交流 跟他的選領名 也全力收聽 全數認為 姚副官絕對有這個領地 來擔任這個節目 有一句話說真沒什麼頭來 因為我們廣東部的工作其實也非常多 尤其今年又是剛才有好意的選舉 所以我們希望主委的人選可以專職的人選 他現在也是一個專業的執行長 未來也一定是我們所有的管長 議員 理長 代表的執行長 專業的來跟你們講求 由好君強調 自己在電風跟中央 都有很豐富的經驗 廣東部主委 就親像是以湯口一樣 讓大家團結一心 打贏管長選擇 增加議員的食材 無私奉獻 贏迴彰彰 大張新博文長選擇 才很保重